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那个3V视频最大倍数是100倍吧 这幅画 没有作者落款 没有画面内容介绍 也没有确切创作事件 在此之前 他从来没有与公众见过面 连他的名字在修复时也还没有定下来 经过故宫专家考证 他画的是乾隆皇帝给他母亲重庆皇太后 过八十大寿时 现场祝寿的事情 他们把这每个人都对上了 现在就是 李宗盛那篇文章 就是把这两边这飞子 谁是谁 谁是谁都对上了 那这到底是谁啊 这是乾隆啊 这是乾隆 乾隆给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 这有点平民化 你发现了吗 这张乾隆的那个面目 还真是跟以前乾隆那个不是特别像 肥子两边都是 你可以知道乾隆有多少个肥子 这是不补了 因为这竹子叶吧 结构太乱了 而且它不是特别主要的地方 中国古术化所用材料大多为绝合纸 质地鲜薄 再加上年代九月 很容易会有破损 掉色 如果没有一代代修复式的工作 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那些流传千年的传世民作 修复工作要求精力高度集中 他们都有自我放松的方法 中国书法和绘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享有很高的声誉 书画装表最初起源于古人观赏收藏绘画的需求 书画装表最早起源于什么年代 在能够查到的历史记载中并没有明确的记录 最早的记录大约在近代以前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如此漫长的探索 演变和发展 它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 背的垫子 就靠这套独具了你知道吗 说那老师傅拿钉子说手里没有 他在哪儿他在嘴里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杨泽华来到故宫 学徒三年后分进书画修复组 性格活泼开朗的他 乐于接受传统记忆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将现代活力融入古书画修复 实情的一个产地 刚画上好多这颜料的一些测试分析 那些数据呢 是吧 你可以知道他当初画的这些矿物颜料 你甚至可以从这些数据 你可以知道它的产地是哪儿 你对现在修复当中 你所用的绘画圆全色的颜料 也都是个依据 所以它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测试 所以你看它这个明显的 它帽子标上是一条白的 因为这个要是自己观察的话 原来就怀疑 但是不能很确切地说 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这个拍出来以后就能看到 好多最原始的作画过程 故宫古书画修复第一代开创者 修复过清明上河图 五牛图等顶级名画 是黄金一代 杨泽华的师傅叫徐建华 是故宫古书画修复的第二代 是这门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由于土地多师傅少 六十多岁的徐建华 现在是退休后返聘 继续工作传授技艺 今天他们要把这幅画贴上墙 这是代代延续下来的古法 往前衬着 贴上墙以后 纸张由湿到干的过程中 因为自身的拉力可以变得平整 但处理不当就会崩断 走 造纸学告诉我们 纸张相互间的连结 是靠青剑来实现的 纸浴水后 纤维间架起水桥 失去了纤维间原有的青剑结合 因此 湿纸不计干纸强度大 干燥去水后 水桥折断 再次恢复青剑结合 纸的强度又增大 对 纸与纸的粘合 还要靠人力的刷和蹲 纸与纸之间 水承担了一部分粘合剂的作用 胆水的目的是保湿 上床之后 你得看这些东西干的均匀不均匀 你拿手不就摸吗 你比如说这干了 这中间没干的 那你这上面也打点水 你得让它所有那些有香口的地儿 还有它这化芯让它掀干 然后你再让这些东西干 它掀干的地儿它拉力就大了 就比较安全 一般来说 古书画分画心 命纸 背纸 装饰等几部分 画心就是书画家最初作画的纸或卷 后面根据情况还会再有几层装标 张旭光出身书画修复世家 他的父亲就是故宫书画修复组第一代开创者 书背 我这要加一层纸 那个是原酒料 酒料的厚度太薄了 比花析要薄 所以我要在这个材料上加一层棉帘 加一层薄纸 做出来整体 就是化析与材料之间没有太大的悬殊薄厚 八十年代 张旭光进入故宫 从事书画修复工作三十年 他在书画保护方面 具有丰富的实践和独到的见解 棉帘纸 是宣纸中最薄最软的一种 适合用作副背纸 这道细腻的工序 即便是工作三十年的顶级修复时 也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原来是徒弟鹿伊藤拿错了一张纸 对 不是那张纸 拿错了 这个是棉帘纸 真是不行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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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是厚的 其实 最根本的原因 是找到和原料搭配的纸太难 很多古代造纸记忆已经失传 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这是一门处理干涸时 粘合于分离的记忆 一幅字画经过装表后 已经包含好多层了 普通人是无法分辨的 腹背纸虽然不表露在画幅的正面 但腹背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整个画幅 好的腹背可以使画幅平挺柔软 看了赏心悦目 摸在手中晃动无声 如果不好 会使画幅翘曲变形 书卷时磨损画心 影响作品的观赏效果 要是新料就不算这些问题了 因为它是旧料 原来的那个化学上的那个旧料原用 所以就这么忙了 这样忙着做 就得有这种耐心慢慢慢慢去弄去 拿石膀的一盖 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干 等你一干了 你戴上 沾着沾不上了 这就保湿了 渐向未来 渐向未来 你们这平衡还不好找了 它的高 它们手上抬着的 显然是一个贵重物品 一件的起点特高 东四间西四间什么 它们走过的 就是著名的慈宁宫 瞧着黑啊 瞧着脚底啊 再往后点 再往后点 这就是前不久 还贴在墙上的那幅大画 杨泽华和这些年轻人 带她来扫描 她的名字已经确定下来 重庆皇太后 八巡万寿图 就是 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 要办一个与祝寿有关的展览 万寿庆典展 展览选出的 都是六十岁以上的地后画像 和与之相关的文物 软件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这个软件 我怕这些画 哥那个电脑里看上去 特漂亮 在传统记忆的延续中 故宫也在逐步接受新的修复理念 加强修复档案的整理 真快 来咱们把纸敷上 太快 你再来一遍吧 扫描图将来还可以用来做复制品 用在不同的展出场所 如果没有这道程序 我们看到西式名画的机会就更少了 在这个边上用这样子沾上 你现在把这边朝着看能不能接开 那这应该是那个通知工序那头 所以可能你要换了点 这是一幅贴在门扇上面的清朝大臣的画 破损严重 往往最难修的就是这样级别不高的书画 因为他们保护的并不像名画那么好 特别的特别的破 那浆红抹的不是特别厚 不然那人长得什么样 一定是高高大大的 我们说了一下都是同意的 书画作品往往百八十年修复一回 现在的人可以看出上一个修复者当时的记忆如何 甚至可以猜测他当时的心理和外貌 这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奇特体验 其实一个书画修复师的一生 能修到顶级名画的机会也不多 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修复还是占多数 我们游览古宫时 很多宫殿恢复了原状沉淀 这其中就有书画修复组的功劳 那些尘封百年的门扇 墙壁上的贴落画 就是这么修复的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很多 最核心四个 洗 接 补 全 通常是先用毛巾 排笔 热水来洗 清水能溶解许多物质 它不禁能软化浆糊 而且能驱除滋化表面的尘埃和乌迹 老外有说 上水 哗 这么起来看着害怕 其实咱们也是慎重的 咱也根据这话 你有那仲裁了 咱也不敢拿水这么招呼 水洗 不光是把脏的东西洗干净 它的水一闷 咱把那浆糊焖软了 你就好接下来 对 你看我特别喜欢这细节 是吧 人家说你刚洗干净怎么又开始那水又回去了 很多人会惊讶于书画可以用热水洗 其实纸的生产就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铁子是接用到的工具 书画性命全在于解 如果揭去画心的被纸时操作不当 会断送画的性命 古代字画接表沿用千年的就是水闷法 简单说就是用温水温润自画 然后手工接表 接表是困扰古书画修复重表的千年难题 最大的困难在于表背 浆糊 沾连画心 命质等 很难完整结表 接多了损伤自画 接少了重新装表后 有残留物质的部位厚于整张画面 长期磨损 各伤画心 画心在这里就容易断裂 古书画的接表 古书画的接表 历来只许成功 不能有失 调过来 原来那个可能要粗一点是吧 我们的古卷有很多规格的粗形不一样的经纬 所以我们要找一种跟它的原画之类比较相似 就是取一个图就行了 找不到只能找到跟它相似的 也很难找到完全一样 纸 捐 刀 浆糊等 都是补所需要的工具 补动的捐丝 与画心质地 颜色要相接近 做到修旧如旧 才能恢复书画作品的原貌 功效等于救了古书画一命 就是留一个资料孔 然后他们修的时候 只要是拿下来的东西我就会留一些样 拉尖纸的一些林子的边和残片 还有这个包墓的锦边 然后这个是一个前龙的银帘上面红色的锦边 都有那个脸上的这个表边 这叫锦 都是从那个佛画上摘下来的 这些现在 高兴啊 这个后继有人 对 这个是你得培养人 他这种传统的东西吧 传统的行业 他学徒了好几年 你现在再不接人的话就断档了 必须有人接班 揭表工作要求尽力高度集中 需要一些自我放松的方法 现在谁学过踏片吗 没这一课 杨泽华已经50多岁了 但青春期的爱好一直保留着 与现在这些大学毕业 在近故宫工作的年轻人截然不同 他们这代人 十几岁就出来工作当学徒 在工作中度过了青春期 就配我们干的这事 要执着 是吧执着 故宫等级高的古书画 早些年修得已经差不多了 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 真正上手修复他们的机会并不多 故宫仍然沿用中国传统的师徒制 未来古书画修复记忆怎样传承 是师傅和徒弟们共同面对的挑战 杨泽华是很乐观的 你跟我飞 穿过丛林 提醒小溪水 嘿嘿嘿 嘿嘿 呵呵 面皮面馅 制作浆糊是装表书画的准备工作之一 这是一种沿用至今的传统方法 浆糊制作用的是普通标准面粉 具体做法各地略有不同 市场上出售的各种粘合剂 如合成浆糊、纤维素、胶水等 都不能用作装表书画 路易腾工作不久 制作浆糊时 有工作十多年的侯燕帮忙 书画装表工艺也是一种水和浆糊在创造的艺术 整个书画装表工艺中 各类表件层与层之间的粘合全靠浆糊 书画装表工艺中许多质量问题 比如发霉、斑点、变黄、开口、卷翘等 往往就出在不合格的浆糊和使用技法上 这个书画装表 中国的粘合剂啊 装表书画所有的浆糊 要求降制百进、粘合力强 隆膝可调而粘性不减 能够长时间的存放而不变性 现在做好了 现在快两三点吧 隔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小时基本上就凉了 凉了就换一次水 走之前换一次水 就行了 夏天天热 其实得经常换 夏天天热 就经常换 不然容易换 补完以后 把脖子补上 古书画修复中 通常都要尽力贴舌条这一工序 舌条这个时候有折痕的印吗 像这个 像这个 所以舌条里我都要贴 不贴加来一会 很多流传千年的书画作品 它的背面往往像这样贴满了细小的舌条 贴舌条的手法好坏 是很建功力的 圆表画心经过洗接工序后 画心上的大小破洞 断裂缺损都显露出来了 在已经产生裂痕缝隙的地方 贴上相匹配的宣纸细条 起到加固的作用 张徐光在工作中非常严肃认真 从他身上能看出书画修复世家的风范 这也是近些年来很多中国人慢慢意识到的 现代中国需要工匠精神 接笔全色 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美学修养 根据原来的画意 把残缺的地方用颜色补全 使整体画面视觉协调 没钱多少笔 这笔就不行了 因为它四十平的硬 老在这儿滑滑滑的就硬 直的就好一点了 卷本的 对这个笔尖要求比较大 是最长的 1953年 国家文物局 约请各行各业修复高手 进驻故宫 成立文物修复厂 由壮表界梅南方制成的杨文兵 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璇等 数位记忆精湛的南方表画师 组建了文物修复厂的表画室 文革过后 大师们年事见高 人员补充成了当务之急 1974年 当那五年兵的徐建华 被分配进了故宫的文物修复厂 因为在上海当过兵 听得懂杨文兵的无锡画 徐建华成了杨文兵的徒弟 虽然已经主持修复无数古画 徐建华印象最深的 还是1977年 他学满三年后 作为副手 第一次与老师共同修复的尤春图 尤春图是故宫博物院 现存年代最久远的 捐本山水画 李莱被认为是隋朝画家展子前的作品 从他问世到今天的一千四百年间 我们很难想象他经历过多少次战乱 天灾和人祸 但他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尤春图画幅只有两尺多长 却场面开阔 描绘了人们在风和日丽 春光明媚的季节 到山间水旁 踏青游玩的情景 他这个东西是中国第一张重彩 颜色就脱胶了 我记得那时候是加固了两次 就是胶水 胶水 因为它国画颜色里头不是有胶水吗 叫明胶 还加固 传统的中国画颜料 一般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两大类 尤春图画中山石以细线勾勒 山体则是用石青石绿填色 山脚用泥金蕴染 经过漫长的岁月 一些矿物颜料已经氧化变黑 有些矿物颜料或者渗入菌种 或者胶质变性 很容易从菌上由理而出 怎么去黑怎么顾色 对修复者都是很大挑战 加固的时候 一是成分第二条就是浓度 你浓度掌握不好 一是成塑料部 它那个破的地方它就给你开 给你撬 胶水呢你没打好呢 它的颜色还掉 几比几的胶合适 你要试一下这几比几 好不说你一下用的零 零点几 好不说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可能你的就大了 还用百分之一 就等于一点一点一点往里深 你坐一回 你看一眼 完了拿那个纸 或者拿那个小布 布擦一下 轻轻擦一下它颜色掉了 就说你这还得假 第二个关键我刚才说的 它补的东西哪一部分是需要不要的 它翻过来 把化级翻过来 它把命纸被纸都接掉了 就剩下它补的上千个条 但是你哪个条要保留 哪个条不要保留 你都都在脑子里里接着 它都花意在这呢 你给它接了你想带就对不上去了 是吧 你怎么办 插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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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酱子 把酱子 我们用的这种 粘合几酱子 涂上 把它回去 把这 炒出来把这边接下 把这就是天上酱 把它回去 哎 这花意你就保证了 游春土它是 很很 不差 玩里头人的特别小 你要说你一接没见好 那没了没了 上面的帽子没了 人好多的专家就是因为这个楼饰 和这个人的穿饰服饰 能鉴定你这个 你这张画的一个年代 隋唐以前 中国的山水画还处于制作的阶段 到展子前游春土 开始真正在表现空间 首次出现了大场景绘画 所展现出的社会生活 也更加广阔 对 哎呀那个老师傅表了那么多东西 表的那么好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因为它用料用的也确实不错 因为它本身是 国宝 我们就可以从库房里提点好料 民国的纸 钱中的纸 我们可以用用 纸还有一点 我们就可以用 不像现在 一张都不能用 这都是文物 那时候还能用点 用点什么送锦 救灵子 哎 那时候还可以用点 现在就一点都能用 哎 我们游春土 最关键的不怪说 他说小学 他说你游春土的这个边啊 你一定要用千龙高粒纸 我记得非常清楚 把千龙高粒纸揭 揭得很匀很薄 用的这种纸 当你的锯条 游春土又重现往日风采 徐建华对书画修复 除了工作外 渗出了更多的感情 四圈 四周 四周先干 然后整个画心 从上到下 让它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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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光的父亲 就是当年组建 书画修复式的张耀选 民国时期 中国书画修复有两大流派 北京流利厂的玉池山房 大树斋 和上海的几谷阁 刘定芝庄池 刘定芝 就是张旭光的外祖父 这张没有折痕 是不是 当时城里表演使的时候 是当时王野秋 那个王国务局局长王野秋 是请我父 请我外公去 断我外公去的 因为我外公在上海相当有名气 因为我外公那会儿已经六十几岁了 也不设到北京气 我就没来我父亲就过来 完了给找了一班人 城里的这么一个 书画修复式 这个是我父亲 这是徐老师的老师 杨文斌 这个就是说那个修五牛图的那个 孙承之 但是让他说这班老师的板得修了 这班老师的板得修了 你这是假的吧 你这是假的 是不是 换铁水 换铁水瓶换的 换铁水瓶换的 还是换铁水换的 你得攒多少瓶瓶 才能换银帽子呢 我的天哪 攒多少瓶瓶 换银帽子呢 换银帽子呢 下班时间到了 故宫博物院实行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制度 而且是五点准时下班 文保科技部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 除非是特殊情况 不准加班 这就是文物修复工作的特殊性 更强调慢工出细活 故宫博物院有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 每天下班 他们都要关上七道大门 哈喽 你们上岗吧 我们下班吧 我有那种搞操 明显爱丫子 真行 真行 还出的七字情况 张徐光又回到工作中 这幅画缺了一个字 他找来了书画离摹组的科长 审委赏亮 审委是现在故宫唯一的磨印传人 书画家作品完成时 最后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盖上银杖 因此有书画印一体的说法 古书画临摹的作品也一样 最后都需要审委的磨印 中国印坛有南城北京的说法 金宇明大使就是北派篆可的代表人物 也是故宫博物院摩印的开创者 金宇明只收了一个土地 就是审委的师父刘豫 审委也是刘豫培养的唯一土地 故宫磨印是三代单传 这都是皇帝用的 过去 这意思算是嘉庆的 什么的 你看磁锡黄桃世界最大 这四个字 你看这是七个字 八个字十七个字 二十五个字多 你看这都 磨印并不是在石头上刻字那么简单 读印是最费时 最坚功力的 刚才还有二十公斤 谁啊 谁啊 谁这个字大官啊 以后的话就各电脑里头 电脑找一个方便 美眉印章的时代特点 个人风格 印文字体 章法布局 运刀手法的轻重 驱绳 疏密 增减 罗让 尤其是刀笔的情境和异曲 都要有深刻的领悟 而且 还要行神兼备 不差毫厘的在线原印风采 就已经非常难了 把那黑夜电影给刻到 这一道一道气也不能冲 这冲就毁了 故宫所藏的南亭续模本上 有148方印章 这对模张的人 是非常大的挑战 这种由汉字 撰刻 及印章时组成的印章艺术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 已经成为中国人经久不衰的收藏喜好 每一方收藏及印章的背后 都有自己的故事 它是实用与艺术的合体 四个角的鸭鸭 要不就盖不清 这就是原物 就规矩 这就是盖印的必须正持 我们说的是一个上字 怕搞错了 你知道吗 人家寂寞半天 好长时间了 几个月的 这印章一盖 就几分钟 五分钟盖坏了 然后从医 从医 从医给什么了 最后一步就是做救 做救你看 这颜色就 让它没那么红 没那么跳 这就完成了 做救 就完成了 听话 这种的是西红柿和茄子 修整养性味 这个调理 有点 一场没家 对不对 跟家的感觉一样 对 它是经纬线 它是梯行走 它这个呢 它都是无规则的那种东西 不是小的 村应该是画 郭文宁是书画黎摩组的前任客厂 一九七九年进入故宫工作 三十多年 摩过不少国宝技术画 现在是退休后返聘 继续工作 压的一卷 那么压 最近就是临摩的这个 就是丁关棚的这个 这个已经前我名字了 好几 快四五年了 丁关棚挪汉图 一套十七张 郭文宁退休前就参与临摩了 现在还没全部摩完 你现在看不着 我只能给你 先看看照片 你要你想看一看 然后这个要是空白的 就把它蒙在稿子上 丁关棚是供奉于雍正 乾隆两朝的宫廷画室 是秦宫十大画家之一 就可以 原件画在什么上 我们就画在什么 原件如果是纸本的 我们就画在什么上 书画属于有机制类文物 最终要降解 装表修复是一种保护措施 在机械复制时代到来之前 临摩也是 你要把它画得特别旧了 八百年以后就更黑 为了让几千年后的人们 看到门屋的愿望 历朝历代都有宫廷画石 对古画进行临摩复制 唐太宗李世民 宋徽中召集 都设专门的机构 临摩保留了中国古代 尤其是隋唐之前大量的书画作品 林青尤其是乾隆年间 也大规模临摩古画 来去走到回到这儿 然后这么一走 这笔是一看就看出来 有时候完全做的一样也不太可能 但是至少你感觉上 是人家一笔写下来不是做出来 就这个东西 难一点 书画模本自古有之 后世摩前朝 甚至当朝名家名宗 是一个传统 许多优秀模本成为重要文物 殊胜王羲之的蓝亭序 真迹早就成为历史谜团 传说是随唐太宗陪葬了 这个谜底 只有等到有朝一日 发掘唐太宗牧师才有可能解开 蓝亭序模本也有特别的文物价值 宋代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是故宫博物院的珍藏 张泽端虽然只有这幅作品传世 不过已经足够看出他身后的功底 这幅长达五米多的画卷 通过散点透视一步幻景的方法 将北宋京城变凉 以及变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 尽收眼底 内容之反复 结构之严谨 细节之逼真 在中国绘画史上绝无仅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冯中莲女士花了十年时间 临摹了一张清明上河图 我来的时候呢 他已经就临摹完了 但是我们还在这儿正在装表 还正在后期照相 那个时候人也少 他那个画那个画呢 就是每天得从那个库里 把这个画领过来画 然后晚上呢再交回去 相当严前后矿了十年 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 王阿达命就给他们都下放到干校去 总的时间挺长 实际上好像工作日 真的都算下来 也就四五个 四五年吧好像是 清明上河图中人物多大千人 小的不超过半寸 人物动态面部神情各异 而且人物互相之间又有固盘 目光所助 传神所在 临摹时下笔稍有不慎 整个人物神气断变 一人十慎 众人无神 因此要对一千多个人物中的每个人物 都要深刻领会 冯中年女士的模本 已经在故宫库房里珍藏下来 现在她也可以说是国宝 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故宫第二文物了 然后它有一个 根本有一个编号 有一组编号 就叫副字号 像冯老师画的清明上河图 她画前往画了将近十年 这个林摹时她一辈子 林不了几张 真是就说很成功的作品 而且有时候你林 她不是说张张都特别好 1979年 郭文林进入故宫工作 受教于魔画师三位前辈 金仲宇 陈寗斋 冯中莲 得到严格的训练 冯老师带着我们 就是我当时就在这屋 就在那个位置做 那个就是给我们一个人 比如说发一张画先练习一下 练习着勾线染色什么的 金仙人有一句说的 你画的再不像也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让任何人看了 这都是有功夫的人画出来 我先给你拉 你看它里边还有一个 你看它这笋毛的结构 你看 我们会还有一些 杨泽华的修复式 引来了一位德国客人 包括卷的质地 我现在这里边 我现在这里边卷的这张画 没有人知道它多宽多长 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 是最近这段时间里 杨泽华颇为得意的修复作品 你看有一个画中画 这是乾隆给他母亲 出售的一张长颈 还要一点点把它 把它捕上 那点缺口罗还有 碎片 你还要从那些碎片里再找 它是哪个原始位置 两米三米 两米三米 不是吧 她都可以看中中饭了 她站着看着我 她也菜上来了 很快 杨泽华又迎来了一幅名画 现在这幅画正在扫描 画中这位年轻女子 是乾隆非常喜欢的一位贵妃 她在乾隆十年病逝 被追封为仅次于皇后一等的 皇贵妃 而且给予了慧贤的嗜好 是对她一生平行的最高褒奖 这是清代著名的 意大利籍宫廷画家 朗世宁画的 乾隆慧贤皇贵妃朝福相 朗世宁是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 她在清廷官封三平 一直忙于为皇帝作画 竟没有太多机会传教 朗世宁擅长采纳中国绘画技巧 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 与中国画家合作 共同创造出中西合璧的院画心体 现在全球各大博物馆 都有她的作品陈列 2015年 是意大利人 朗世宁奈华三百周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 将举行朗世宁奈华三百年特展 这也是故宫博物院 90年院庆的系列展览之一 这幅画保存基本完好 他们要做的是缝布敲带 有点宽了 要不你再敲一根跟那一样的吧 就是不能单根做 敲是一种缝纫方法 做一幅编或带子时 把布边往里头卷进去 然后藏着针脚缝 现在他们还多了一道工序 现代仪器的使用 能帮助修复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而且往往会有新发现 可以清晰地看出 书画创作中 使用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的分别 它一般都是姿 然后你看哪里看那张图 就是它那块古圈那张图 对 就是太不讲究了 太不讲究了 可以看出 这么名贵的画 上一个修复者 竟然冒着砍头的危险 蒙骗皇帝 你看一张画 它这个古圈 不是这样 不是自己长 你从别的那旧画 你给成片 成片 然后他看银子差不多 他在地 他就给抓在那空位了 什么时候 你给那些画修成这样 我就砍了你 这的确是一个古今对画 很有穿越感的职业 我觉得这古圈 还就是这个圈本画修复得特别大 在一个人有限的职业生涯地 修复名画的机会并不多 遇上了 杨泽华也会兴奋 我们这个兴奋 也是跟这个 工作有关系 突然打了鸡血了 帮了 对这些入职不久的年轻人来说 更是难得的机遇 就这样是吧 放在这上面 张旭光的话 要下墙了 这没打开这块 要明显地用接笔的地方 这个王子 这个人子 这块都是接骨笔的 其实这种东西你说 作为一件文物来说 没有人欣赏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 让大家去欣赏 从感觉上 从视觉上 我觉得还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对于文物来说 接笔 无论接笔是全色 要接近它的原念 修复工作难度最大的部分 已经完成 行 再让一下 不以前怎么成孝香 修复门好的话 到了交付的日子 再往后 文物存入库房 或者送入展厅 就是其他部门的工作了 这场景是在慈宁宫 这场景是在慈宁宫 对 给它写那个单子上 给它写那个单子上 黄帝后像 黄帝后他们用了几张图 比较还是像 但是乾隆就有点平民化的乾隆了 就是这个 这只眼睛和这只眼睛 原来是残破不堪 现在是患然一新 对 好 好 好 说快点 来两队站好 两队站好 慢一点注意脚加安全 古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系列展览中 最令人期待的展览开始了 十曲宝级特展 十曲宝级共注入了历代书画藏品万语剑 是书画诸录史上的极大成者 西汉皇家藏书出教 十曲阁 乾隆皇帝用十曲 为书画诸录命名 表达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敬仰 隋朝展子前游春图 唐朝寒曠五牛图 宋朝张泽端青云上河图的书画真品 和秦代顺志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五位皇帝的书画绘画 成就一次重磅展览 这些作品都曾经历过故宫博物院 书画组的修复或临摹 一代代修复 一代代灌摹 我们的民族性格和审美 也由此塑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